有一个小孩叫小香 整天闹着要吃糖 他爸爸给他出了四道鸡 所以他记性强不强 小香啊 你要是达胜国的四道鸡 我跟你去买最好吃的香薯茶 海白 爸爸 你说吧 好 我问你 今天早晨吃了啥 到晚上什么东西在天上 大街里都有谁工作呀 动物园里什么动物没有胖 你要是达不上我这四道鸡 要想吃糖别指望 他爸爸说完上班去 在家里集会着往小香 小香急的穿穿穿 奶奶一旁搭了家 小香啊 今天早晨吃了啥 奶奶我都忘了 那不是油条和豆浆吗 那辣的奶 到晚上什么东西在天上 那是星星和月亮 在自己工作的是你爸爸和哥哥 那中原里肥胖的动物呢 那是狗熊和大象 别忘了 忘不了 小香恐怕记不住 整理不住的蜘蛛脑 油条豆浆 星星月亮 爸爸哥哥 狗熊大象 油条豆浆 星星月亮 爸爸哥哥 狗熊大象 他全弄一块去了 无意我 他爸爸下班回来了 小香跑上前去要吃菜 爸爸是当皮我全会的 能够狗乡吃菜 他爸爸一听真高兴 这小孩的记性实在强 我来把问题的顺序换一换 看儿肌动灵活怎么样 好 我问你 到晚上 什么东西在天上 牛条豆浆 今天早晨吃了啥 七七月亮 动物园里什么动物肥又胖 爸爸哥哥 在这里都有谁工作呀 狗熊大象 你全反了还想吃糖 吃辣椒吧 小香哭了 你才掌声努力 小孩子 大宋朝文艳播 幼儿就有冠穴 不求智子 司马混共道有破梦 九儿之谋 很可容四岁让你 懂得欠讯之礼 黄湘九岁温习奉气 秦甘罗一十二岁 身为太宰师 敬堂一十二岁 拜祭登台 无咒欲七岁 习温九岁 习谷 应三岁 冠拜水君 诸主 董礼 千军万马 执掌东吴六军 八十一刀之兵权 吃苦肉 见人换 借东风 借赵林 赤壁熬毙 火烧战船 使潮潮望风俗算 写些命赠江南 作有卧龙奉俗之想法 那周云演算得上去 小孩子当中之鬼手 战兵和 下开之功 ちなし 武器 门